但是他的点都非常刁 你看又是一个假动作 你看他乐器的时候 很容易让人判断是杀直线球 结果突然杀了一个斜线 拍的一转 哎呀 这一球太可惜了 杀严泽太着急了 结果球 没有过往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好球 杀严泽的后场的乐器批杀 皮特盖是 他的球的隐蔽性很强 而且他的防守和进攻能力非常均衡 刚才夏宣泽又得了一分 8比9 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奥运会 羽毛球男子单打比赛的三四名决赛 是由中国选手夏宣泽 对丹麦名奖皮特盖德 球出界 10比8 我们看到在对拉的过程中啊 夏宣泽明显处于下风 他的失误比较多 皮特盖德现在和第一局开始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他现在避免和夏宣泽斗中往前球 球一到往前呢 他就马上把他又推回到后场 夏宣泽呢 杀球失误 在连续多拍的过程中呢 夏宣泽的这个心理状态呢 不如皮特盖德那么稳定 失误比较多 现在场上比分是11比8 哎呦 夏宣泽脚步移动慢了 这个球呢 皮掉球呢 的确 质量很高 很短 非常可惜 现在呢 场上整个的节奏呢 是夏宣泽呢 被皮特盖德领住了 现在皮特盖德呢 掌握着场上的节奏 好球 皮掉往前 换发球 8比13 现在夏宣泽落后5分 好球 天宣泽这个球 杀得非常的漂亮 这一次呢 又是皮特盖德呢 想用假动作 跃起 其实呢 是推一个后场的高球 但是夏宣泽呢 没有上当 皮特盖德放往前 15 10比13 哎呀 在连续多拍的过程中呢 总是夏宣泽出现失误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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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夏宣泽刚才这个 后场的踢掉球呢 质量非常的高 皮特盖德呢 步伐的跟不上 结果回球质量不高 被夏宣泽铺在了场内 好球 又是假动作 以为是大力的批杀 你让他轻轻的掉到了往前 这种球非常的难判断 结果球出界 十比十三 好球 结果皮特凯德球出界 十一比十三 哎哟 这个球质量非常的高 紧贴着往一个勾对角 而且动作非常的隐蔽 小迅则判断出现失误 脚步跟不上 好球 小迅则马上还了一个 也是一个勾对角 这个对角球的这个质量也非常的高 现在是十一比十三 小迅则还落后两分 球出界了 小迅则呢 这种 无稳失误呢 流分太快 好球 后场越起杀斜线 这个球呢 这个位置呢 小迅则已经好几次得手了 发球 发球失误 这么关键的时刻 发球失误 出界了 好球 出界了 好球 小迅则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一起合成 始终占于主动地位 突然挑了一个后场 皮特盖德回防不及 被小迅则把球杀在了间内 好球 小迅则呢 这几个球呢 是加快了节奏 皮特盖德呢 一时有点跟不上 现在双方把比分 变成了13平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又出现一次发球失误 可能场上有一点疯 皮特盖德回球也出界了 此时双方体力消耗都比较大 技术动作呢 有时候会出现变形 皮特盖德的杀球 又出界了 向迅则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哎呀 太急于球场了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皮特盖德往前回球质量很低 我们看到场边的汤鲜虎 遗憾不已 好球 向迅则在很艰难的情况下 把球仍然回到了后场 没有给皮特盖德留下连续进攻的机会 好球 下圈则用自己出色的防守和耐心 得到了这个宝贵的发球权 现在是14比13 好球 这样下圈则呢 就以15比13 赢了第一局比赛 水 确p or 走吧 好球 我 温暴并 没 船 拿